这在亚米尼亚体验喷火理发是啥样事的呢 我们两个在亚米尼亚已经待的有几天了 然后最近这头发也长长了 然后我媳妇那个在楼下看到一家理发店 然后她说那会儿还有喷火的 说那个头发上能喷火 就说 以别人说你到没有生日子 就说 我完全没有脚 眼睛还臭 说昨天她去做指甲的时候 然后那块理发店挺好的说还能冒火 啊 啊 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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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家的小妮子呀 一天天的竞争摇格子 给我弄的都有点害怕了 非得说让我体验个什么喷火理发 我这道理发店一看啊 你还别说真像那么回事 整体装修还是比较艺术的 前台大姐也比较热情 一见面就把我们预约好的大胡子理发师叫来了 刚才看到我的那个理发师了 然后感觉面向还可以 不知道一会儿给我剪成什么呀 我又期待然后有点害怕 这整个理发过程啊 我就不过多给大家介绍了 因为这家理发店的背景墙啊 实在是太艺术了 我怕给你们展示了 这个视频就没了 就给你们看看最后喷火的过程吧 说是火焰理发其实就是个噱头 假把式 其实和火焰也没太大关系 不过最后理发师觉得他这个作品还是有点寡淡 不够个性 就又主动给我推了个纹路 经过他这么一捣饰啊 我都觉得我年轻了好几岁 头发已经剪完了 剪这个时候 涂抹什么东西倒是挺凉爽的 但是那个剪完之后 我得把火塑料疼 就现在还疼呢 抖了一下也没拉破皮 我们刚进去之后 头没洗直接让我坐那儿 哗哗就开脚 哗哗哗 剪完之后又剪个这个东西 最后是终于是给我洗头了 我说这不能那时候脚不洗头 然后脚完头也不洗头吧 最后洗完头之后一顿我喷发胶 这发胶我先喷点得了 这哗哗也敢不画剪 似的哗哗给我一顿喷 最后就成这个形了 反正感觉还可以 然后就是这两边你知道吗 其实我不是这么凸的 给我快给我剃凸顶了 其实我这两边是到这块的 这个理发师不知道咋的呢 是怎么就咔咔咔给我一顿剃 给我这块剃凸了 你们看这两边都剃凸了 行了反正也体验了一把 那个亚敏尼亚的那个理发师 一百分的话打个打个八十 行了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个亚敏尼亚小哥的怎么样 另外你们猜猜我这次火焰理发 花了多少钱 那个亚敏尼亚小哥的 有什么 Alicia